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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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很清楚战争与屈辱 如果选择后者的话 终得面对战争 话锋一转 跟他下台不下台没有关系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为委屈求全 不可以去舔共 所以我就是因为不屈辱 我的腰杆很直 我很有骨气 所以说我不怕老共 那老共的关系 所以我们非得要失去邦交国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帮他诠释得很清楚了吧 所以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他很勇敢 他守住了我们的尊严 我们要颁奖给他才对 怎么会叫他断交 你说这个人要脸不要脸 好 那么顾立雄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因为他是国安会秘书长 事实上他是主导 这些所有事情的 整个国家里头的 最高的一个官员 顾立雄说 我们要跟理念相近的国家交往 意义更巨大 什么叫做与理念相近的国家交往 他其实是在帮吴钊谢缓夹 钱拿去给立陶宛之后 我们的友邦各个眼红不开心 那他的意思是说 钱花在这些国家上面 比花在我们的邦交国上面 意义更巨大咯 那么请问 捷克立陶宛会跟我们建交吗 我刚不就说了吗 退一万步想 人家会跟中国大陆断交吗 不可能嘛 你想想看 当时在亚洲的时候 日本是第一个跑去 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啦 就很快就跟我们断交了啊 然后一天到晚还要叫我们硬起来 叫我们要反对中国大陆 叫我们不可以跟中国大陆接触 一定要这个誓死为敌 为什么你们跑去跟中国大陆握手 当朋友又建交 然后跟我们断交以后 把我们推到一边 把这个老朋友给忘记了 然后再叫这个老朋友说 你们要事实抵抗到底啊 这是什么心态 这是什么 这叫做健康吗 这不是非常的虚伪跟两面手法吗 好 那么邱泰山呢 他呢也说了 对马英九要去记住呢 很有意见啦 他说啊 马英九带着学生去交流 是去统战人家还是被统战 我觉得邱泰山应该要公开道歉 他为什么 不要说对我们的卸任元首 前总统 怎么会对我们的青年学子 在台湾 套一句民进党最爱讲的话 土生土长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 长大 这些人不是叫做天然毒吗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到大陆去 就会被人家统战呢 为什么对我们的前总统 为什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 一点信心都没有 那你还当什么陆委会啊 你还当什么官员啊 我觉得邱泰山是非常严重的失言 太不恰当了 真的是不伦不类啊 然后呢他就说啦 马英九如果有勇气的话 就应该跟大陆抗议军事胁迫 如果他能做到 我给他肯定 这不是非常幼稚吗 你是小学生还是国中生啊 好了 所以咯 今天赖清德去大陆的时候 有当面跟大陆抗议吗 谢长廷有去抗议吗 陈菊有去抗议吗 赖清德陈菊都是你们 民进党新潮流派系的领导人啊 大佬中的大佬啊 他们为什么都不做呢 因为他们怕了吗 因为他们去给老贡下跪吗 因为他们去舔贡回来吗 所以啊 民进党讲这种话是没有营养的 用这么幼稚的方式 要来经营两岸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 而且是陆委会自己做的哦 陆委会问说 逐步来恢复两岸 健康有序的交流 有没有陈建仁讲的 你赞不赞成 超过八成的人赞成 只有9.9% 将近一成的人是反对的 换句话说 这已经几乎是全民共事 都希望两岸能够恢复健康的交流 那就表示现在的冰冻的状况 在国人的眼中是不健康的嘛 是有害台湾的嘛 好 陆委会继续问了 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沟通对话呀 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已读不回呀 没有任何沟通的平台呀 哇 赞成能更高了 超过85% 换句话说 这也是全民很高的共事 很少看到有这种 关于两岸的题目 居然有这么高的共事的 这已经是不分蓝绿白了啦 通通都认为 两岸应该要沟通对话 所以呢 孤立雄说啊 他呢 也帮马英九背后插了一刀 他说马半说 不知道出访的行程 会跟蔡英文重叠 那马英九 你可以把行程延期呀 不是 这是像话吗 他说马英九不把行程延期 就会让大陆有操作的可能性 那请问清明节可不可以延期 顾立雄我请问你 清明节可不可以延期 那你叫蔡英文延期嘛 莫名其妙 为什么不能够蔡英文同时出国 然后马英九重拾去大陆来祭祖呢 为什么 那你就不就证明了顾立雄 很怕马英九 抢光了蔡英文的风头嘛 在这样一个时刻 现任的元首去美国 然后呢 现任的元首去中国大陆 不是刚好对台湾最完美的安排吗 两边的平衡 两边的友善 两边都有很好的沟通管道 这不是台湾最期待的吗 民进党小鼻子小眼睛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然后一天到晚给马英九小鞋穿 然后还怕马英九抢走了蔡英文的一个风头 真的是这么幼稚 这么无能的一个执政党 就是台湾的悲哀 要是洪都拉斯再断交 那我们的邦交国就剩下13个 创下历史新低 那么现在大家也很担心啊 其实和巴拉圭的邦交 好像有一种可能会步上后尘的危机吗 结果吴钊燮在立法院信誓旦旦的说 已经呢是盘点过了所有的邦交国了 目前呢确定没有任何一个拉紧报 吴钊燮对大陆啊是标准的战狼派 但他交给人民的成绩单 就是任内已经断交了六个国家 那面对洪都拉斯断交 是否他要负起责任呢 也出现这样的质疑了 这吴钊燮就说 他很清楚自己的政治责任 但是在战争跟屈辱之间选择屈辱 屈辱之后还是要战争啊 这是不是问A答B呢 问题是现在事实不断地证明 吴钊燮根本没有打外交战的能力嘛 那吴钊燮他一直留在外交部长的这个位置上 不只打不赢外交战 是不是也让台湾的百姓反而是受到了屈辱呢 宾哥 其实你刚刚讲说吴钊燮是战狼派 我完全不同意 他是嘴炮派啊 什么是战狼派 他从来他哪有战过 他任上丢了多少个邦交果啊 邦交果他每隔几个月 我们就要丢一个邦交果 都是他搞丢的 那请问一下这叫战狼 战狼是一直输叫战狼嘛 一直以赢才叫战狼嘛 不是吗 所以他的嘴炮派呢 什么战狼派 然后再来 他讲的话在打自己的脸 他说他引邱吉尔的话 在战争与屈辱之间选择屈辱 最后还是要面对战争 这是当年邱吉尔去讲张伯仁的时候 因为张伯仁当时搞衰竞政策 可是史丽上 现在历史已经慢慢还原真相 张伯仁的衰竞政策 帮英国争取了一年的时间 那当然历史上 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 这个大家各自去看 可是问题来了 你今天要去引邱吉尔的话 可是你在做什么事情 我直接改给大家看 大家听懂了 在断交跟屈辱之间选择屈辱 你最后还是要面对断交嘛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你现在你对洪多拉斯屈辱成这个样子 到现在人家都已经飞到中国大陆去了 你才在那边说要召回大使 干嘛召回啊 这时候就跟他断交了嘛 你召回他干嘛 召回还是等 我们还是要等最后一刻 还心里头充满期待 想说他不会跟我断交吧 他不会跟我断交吧 这个是怎样啊 就跟那种被骗的女生 在等渣男回心转意一样嘛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还有什么好点 他就是个渣男嘛 渣男你等他干嘛啦 就我们有guts一点行不行 我们钱都已经花了 老实讲那六亿已经肉包子打狗 不可能回来 要不回来的啦 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啊 事实摆在眼前就已经是这样 你可不可以有guts一点 去宣布自己宣布跟他断交 你忘了吗 我们最强的武器 美国爸爸都已经找人家谈了 结果人家说no 然后美国已经说尊重对方的选择了 那事以致辞还有什么好谈的 所以所以我都不知道 然后你告诉我说这样的人叫战狼 他到底在战什么 他根本就是被骗私生少女嘛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拜托 吴钊燮其实他本来就不识任 我知道了大家也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就他自己不知道 说真的啊 那我觉得他怎么有那个脸去讲这个话说 他知道自己的政治责任 你知道自己的政治责任 你确定 你已经断交了这么多个国家 你哪一次负起过政治责任 一次都没有啊 那所以你的政治责任是什么 就是跟陈时中一样 我负责 我已经说我负责了 不管你要怎样 是这样的意思吗 你们的民营党的负责就是用嘴炮 所以我说你嘴炮一点都没错 但是我必须讲 都已经到了这个节骨验了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邦交国 大概一个一个都会非常危险 然后吴赵燮还最 他讲那句话我最害怕 他说他都盘点过了没有问题 他讲这句话我就开始害怕 每一次只要吴赵燮说没问题的时候 肯定有问题 百分之百有问题 我看巴拉圭大概是危险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听到很多消息 巴拉圭其实非常不满意 美国在帮我们安抚当中 所以我真的觉得吴赵燮 就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吧 因为现在要拉下民营党这个政权 吴赵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因为像这种烂官员 持续在这个位置上 像他 像陈吉仲 像王美花 这些烂官员持续在位置上 才能够让大家真正见识到 民营党腐烂的本质 民营党诈骗集团的本质 拜托吴赵燮部长 再加油你只剩十个月 赶快努力继续烂下去 好 听完兵的分析感觉很担忧 如果美国红毒拉斯搞不定 难道可以搞得定巴拉圭吗 不过我们看到 马英九前总统要带领青年 到大陆去交流 渴望为冰封的两岸关系 注入暖流 结果陆委会主委邱太三 去接受了绿媒的专访 他大船马英九带学生去交流 是要去统战人家 还是要被人家统战呢 顾立雄说 马英九出访对台湾有敌意 而且统战意图的国家 本来就应该省慎 问题是陈建仁格魁 不是都承认说 马英九这次登陆 叫做健康有序的交流吗 怎么还是被绿营群起围攻呢 就被质疑了 是不是因为抢走了 蔡英文总统访美的风头 才让绿营气扑扑呢 那顾立雄说 马伴澄清说 事先不知道访路时间 会和蔡英文的出访重叠呀 可是马英九 可以把登陆的时间给延期呀 人家去扫墓耶 清明节可以延期的吗 他抨击马英九不将形成延期 让大陆有操作的可能性 这不就等于是 他承认了马英九登陆 的确让总统府感觉 风头被抢走了 因此很不愉悦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蔡正元委员 不管我们是加强 对大陆或对美国的往来 不是都对台湾有好处吗 难道就只准民党的外交大内宣 然后呢 就不准别人去交流了吗 中华文化强调清明扫墓 已经有数千多年的历史了 马英九这辈子还没有踏上过 他的记住的故乡 那终于有了机会了 他到他的家乡要扫墓 其实因为他在台湾 从事过政治工作这么久 所以他去大陆的时候 当然也要替中国国民党的 创党总理孙文先生扫墓 所以他一定要去南京 一样的道理啊 他在很多的抗战遗迹 或者是中华民国诞生的 所谓武昌起义的地方 去缅怀一下 这也是某种扫墓的意义在里面 当然相对的蔡英文到美国 或者到中南美洲去 我不知道他去扫什么墓 是不是准备扫一扫 我们外交断交以后的墓 还是说去扫一扫 未来可能断交的墓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双方面都是扫墓祭祖之旅 也可以相得益彰 可是奇怪 陆委会主委跟这个国安会秘书长 跑出来讲东讲西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只有个理由 他们讲的理由就是 马英九抢走了蔡英文的光彩 本来蔡英文出去访问的话 预料的所有的电视媒体 报纸媒体 一定头版头 通通是蔡英文的 去美洲扫墓之旅 现在来了个马英九 也到中国大陆扫墓之旅 就占了很大的篇幅 抢走他的光彩 所以这种新生嫉妒的心态 讲那个有的没有的 那他们两个会 就来讲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就代表马英九这一趟祭祖之旅 还真的走对了 那有需要计较时间吗 刚才立文讲得很好吗 那不然您这个 好像台独去中化 也没什么了不起 明年开始 把清明节搬到别的日子去 这样可不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分开来扫墓 你扫你的我的扫我的吧 那我要特别提到一点 这个马英九去 是统战人家 还是被人家统战 对不起啊 祭祖就是统战人家 因为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 不太来这一套的 那当然这二三十年来 他们的祭祖的风气 比我们台湾还得胜 所以马英九去 就告诉他们说 咱们回复到以前的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 那台湾的民意基本上 他们想要操作操作不动 现在台湾的民意很清楚 第一个 大多数民意希望两岸要恢复交流 不管他用什么有序健康 那种形容词没什么意义 就是要恢复交流 第二个 台湾的民意什么 害怕战争 要求避免战争 这主流民意很多民调查看得出来 那第三块的民意 我们不能否认 台湾有很多的民意强调什么 害怕被统一 那这个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要去弄的东西 那我们不管 现在就说 好 即使是你害怕被统一 正是我们在统战它的时候 告诉它我们的优势 告诉它我们在文化上面一个坚持 那这些东西 马英九去传递的讯息 某种程度来讲 是让大陆的老百姓突然间想起 1949年之前 还有一个中华民国存在 那对于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对台湾不是一个坏事 那只是说 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只能送他两个字 是不是变笨了 实在太扯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顾立雄怎么会一个 堂堂国会秘书长会把问题 弄得那么naryo 那么小 说马英九 那你为什么不凑开跟蔡英文的时间 那好就问你顾立雄 蔡英文这一次去中南美洲是干什么 有什么 当贝里斯那个四十几个国会里面去演讲 有需要排得这么急吗 其实不是 就是为了要阻挡 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来台湾访问 本来迈卡锡四月份有空要到台湾访问 美国国务院害怕惹出事情来 像去年八月份这样子的 所以就只好请我们尊贵的蔡英文总统 在扫墓时间里面到加州雷根图书馆去帮雷根扫墓 用这个理由去阻挡麦卡锡来台湾 你就摆明了 不让麦卡锡来台湾嘛 有个楼梯下嘛 因为惹起两岸的纠纷嘛 那你临时错了这个行程 那你怎么会怪说早在去年年底就开始安排 这个季主之旅的马英九呢 怎么办 马英九现在不过是一届平民 他有公职吗 没有 他有党职吗 没有 你不能说卸任总统叫公职身份吧 这是说不通的 一届平民只要在管制时间过了以后 到大陆去访问就是合法的 那要不然你有本事你不要合作嘛 这一次不是有向你申请吗 那你就批准了你在说什么 有的没有 就表示民进党想玩两手的手法 一方面让马英九能够去大陆记住 去访问 去交流 那对大陆传达一种什么 我很害羞 我还想跟你交往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其他人开动机器 整天骂马英九 为什么 担心马英九访问大陆的这种行程 会带动台湾的民意的气氛 怎么样 转向国民党 转向两岸 更加密切的来往 他担心了这个东西 所以什么民进党中央党部 那是阿萨布鲁人在讲 现在轮到这个 邱泰山跟孤立雄这两个大咖的人 都跑出来讲东讲西 这样为人太低级了吧 对啊 我们看到 其实呢 马英九什么都还没有做 他也还没有登陆交流 结果呢 就开始不断地给他扣红帽子 问题是 根据陆委会自己做的民调显示 高达83.7%的民众 赞成两岸恢复交流 而媒体的民调也显示 有64%的民众支持 要开放陆克来台湾观光 结果呢 这个邱泰山还在讲说 哎呦 大陆对台湾的统战单位 已经三年没有业绩了 因为我们通过了什么 反渗透法什么之类的 因此呢 让对岸很难看 他们的统战单位 三年没有业绩可以做了 所以呢 今年很危险了 因为快要总统大选了 统战单位一定会趁机 来补足这三年的业绩 按照邱泰山的说法 那这个时间点真的不应该开放交流 就算有八成的民意支持 也应该赶紧切断 所有两岸绒兵的契机了 是不是应该赶快把所有台湾人 关到牢笼里呢 志强 明星所向清清楚楚 就是要和平 就是要交流 陆委会自己做的民调 其实明星在这一年说真的 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关键就是什么 关键一句话讲完 台湾人民不想当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在发生之前 所有战争的东西都想象出来的 但是当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 台湾人民开始警觉到 战争是说来就来 战争如果今天一个执政的政府 不断地把战争列车往上推的时候 就有可能变成乌克兰 然后呢台湾最有可能就变成 强国之间碾压出来的战场 乌克兰就强国之间碾压出来的战场 一模一样的状况 台湾人民开始有自觉 我不想成为乌克兰 那我跟大家讲邱泰山 要讲邱泰山之前 我一定要把邱泰山 辉煌的经历告诉大家 他是官说司法的前法务部长 很重要 官说司法前法务部长 竟然可以来干民进党的陆委会主委 说真的你对他讲什么话 还有什么期待呢 那我跟大家讲 他在讲说 马总统这个大陆在那边 没有统战的业绩 那我再讲啊 一样啊 谢唐廷以前去那边 就是统战的业绩吗 陈菊呢 陈水扁呢 谢唐廷的业绩做得好大 你知道吗 我们是兄弟耶 还内崩耶 刚刚立文问说 为什么不叫谢唐廷去抗议 立文我跟他讲 谢唐廷不只没抗议啊 他大脑哭给你看啊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今天民进党就这个状况嘛 你去交流 对不对 就是通敌卖台 啊我去交流 就谢唐廷说的 我为前人开路 留下一条康庄的和平大道 你也不要双标到这种程度嘛 那你再回头看说 今天马英九总统 他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他去大陆访问 记住 和平的及时雨啊 你明讲不要精神分裂嘛 你陈建仁也夸马总统去访问 你赖清德也说 你要和平保台 你已经要转弯了 结果你放这些徒子徒孙们 彻翼网军们 民进党的明代们 一拥而上 拿着狼牙棒去那边杀 我说真的 你们是在精神错人 还是在演哪出呢 那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 民进党在complain说 马英九抢了蔡英文的风采 我说真的 马总统就像刚刚委员讲的 他现在就一介不一嘛 现任总统 他既不是官 他也没有任何身份 就现任总统 他还知道你蔡英文 什么时候出访 可以把食人卡那么好啊 可以卡得这么好啊 我说真的 马总统就是 我说真的 其实你看 这个算计太多 反而会误了事情 马总统其实出访 很早以前就可以出访 2019年 他的管制就到了 如果那时候 马英九 2019年出访 我跟你讲 坦白讲 会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反送中什么 其实真的 两岸的氛围是一塌糊涂的 结果民进党就是 把你的管制延期 延期两年 他现在 马总统现在要决定要出访 所以马总统 这个时候出访 是谁造成的 就是民进党当年 延长他管制造成的嘛 那今天回到说 今天马英九总统到大陆去访问 我真的是奉劝民进党 你既然要开始唱和平的调 你自己的民调做出来 都是八成的民众 对两岸要交流 要和平往来 有高度期待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开心胸 你又要那么小鼻子小眼睛 当然也对啦 刚刚委员也讲了 他这个放开心胸的话 也怕真的 哇靠不得了 马总统突然一个 把整个风向带过去 大家觉得 真的是一个浩浩荡荡的和平 康庄大道 那民进党就觉得说 会不会对他的2020总统 产生重大的威胁 所以他就分成两套的套路 但这两套套路 我说真的 我看起来就是 你是在搞精神分裂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国内的蛋黄未解 现在是不是老百姓 连平价的猪肉都吃不到了呢 根据农委会的资料显示 毛猪的拍卖价 每公斤已经突破90块了 这创下的是40年的新高啊 往年在春节过后 一个多月是所谓猪肉的一个淡季 猪价在清明节前后才会回升 可是今年是从年前到现在 价格是一路居高不下呀 养猪户说呢 这个饲料价格三年涨了90% 是要翻一倍呀 那么养猪协会的理事也痛批说 每次只要猪价稍微高一点 政府就急着要来打压 他说如果你政府再这样子做的话 就会像养鸡业一样 没有人要养猪了啦 那到时候的话 可是不只是没有鸡蛋吃 也没有猪肉吃哦 那陈吉仲不是自诩这个猪农之子吗 政府这么粗暴的 动涨打乱鸡蛋的市场价格 怎么现在连猪价 好像都要重蹈覆车了呢 好了没有鸡蛋吃鸭蛋 没有的鸡蛋吃豆浆 吃豆制品 补充蛋白质 那没有猪肉要改吃什么呢 现在呢毛猪交易的突破 每公斤90块大关 创40年新高 哇民进党真的太优秀了 谁比得上民进党政府执政 有办法创下这种成绩啊 好了 那么现在呢养猪户就跳出来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猪价只要稍微涨价 不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吗 那猪价就要涨价的时候呢 政府就要赶快打压 因为怕呢又有民怨嘛 那所以继续这样子的话 谁要养猪啊 那没有鸡蛋 没有猪肉 什么都会更贵的啦 好 而且呢饲料呢 三年中大涨了90% 那你猪怎么可能不涨价呢 好 那么呢这个 2020年的时候呢 政府啊 当时开放来猪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呢 就农委会为了要堵住 这些养猪户的嘴 因为怕开放了便宜的美国来猪之后呢 台湾猪呢就会被 抢掉市场嘛 所以农委会当时有没有 砸100亿啊 要堵住养猪户的嘴啊 而这100亿用来干嘛呢 说要帮忙升级养猪业 那使得很多的猪社 现在都拿了钱啊 都在升级啊 那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呢 养猪呢 这个投数就很自然的减少了嘛 那你都没有想到吗 那么如果当初不要进来猪的话 又何须急着改猪设 害我们现在猪不够呢 但是是说这两者之间 哪里有什么奇怪直接的关系啊 不管有没有来猪 你要让我们的养猪业升级 这些不都是农委会该做的吗 好了 现在呢 养猪协会就说啊 因为去年冬天比较冷 所以呢 小猪就生病了 小猪生病之后呢 就造成育成率不佳 使得供货量减少了一成耶 那陈吉仲你是在还在睡吗 你为什么都不知道呢 你不是说你们家是养猪的 你最厉害 你最了解吗 那现在猪又不够了 你为什么永远后知后觉 还是你知道了后不当回事 你也没有能力处理呢 好 农委会就说啊 现在市场供应可能有少一点啊 可是呢 少多少还要详查 这不是慢也太多拍了吧 他说明年底改建计划结束之前 现在才今年初耶 明年底 这两年耶 他说国际原物料就会恢复平稳了 相信猪价成本就会降下来 国际各国 国际各国的猪肉价格也都在涨 90块 在国际还不是算最高的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等到明年底 可能总统都换人了 政府都换人了之后啊 我们的猪价就会下降了啦 还有哦 现在涨算什么 我们不是国际上最贵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拼国际最贵的猪吗 这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都没有办法拿出即时的办法出来 而且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超前部署 而且问题发生了以后 还后知后觉呢 好了 现在呢 不是缺蛋吗 就发生了很多的新的怪象 包括新北市的里长 开始在半城市养鸡班啊 因为没有蛋 自己养鸡 自己下蛋啊 还有网络还掀起 吃蛋 吃蛋是自由 吃蛋是我们基本人权 来养迷你鸡 让你实现吃蛋的自由 所以现在就是自立救济就对了啦 没有蛋怎么办 自己养鸡生蛋啊 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更何况现在情流感肆虐的这么严重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农委会拿不出任何的办法 如果大家都在家里养鸡的话 这会是另外一层的问题耶 赖湘林呢 也踢爆说啊 为什么外交部变成其他国家的农委会呢 台湾现在没蛋 少鸡问题很严重 可是外交部却拿5000万给我们的友邦 圣克里斯多福啊 还有做什么 做蛋鸡永续发展计划 怎么叫教我们的友邦养鸡生蛋啊 哇塞你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台湾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 然后呢赖湘林说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养2万只种鸡 但是呢 我们台湾每年还要花钱 进口30万只种鸡 那如果我们这么厉害还可以教友邦自己养种鸡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钱进口30万种鸡啊 还是莫非我们花30万进口种鸡之后再送给我们的友邦 这真的是太瞎了吧 他说政府如果真的有这种技术的话 外交部不要尝试啊 教教我们的农委会啊 哎呦 外交部怎么有办法 外交部当然也是透过农委会的帮忙嘛 好啦 现在呢台湾缺蛋 根据最新的民调呢 就显示说 你有感觉到台湾缺蛋的是将近76%啊 所以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有感觉啦 好 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没感觉 不要再说台湾缺蛋是认知作战的啦 好 那下半年鸡蛋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你有没有信心 超过一半的人没有信心啊 那其实陈其中很简单 他就是撒币解决问题而已啦 他现在就是花钱全世界去买蛋嘛 好 计划要买几千万啊 上亿的蛋啊 那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嘛 好 所以呢 最新陈其中的满意度啊 不满意已经超过满意了 死亡交叉 我看是很久了啦 陈其中说他会之所进退 这叫做不练战 我告诉你陈其中 你每次问他 他就会说 哎呦 这个民调我没有在看啦 如果台湾的农民叫我下台 我就会下台 所以你们要特别针对台湾的农民 去做民调 如果台湾的农民要叫他下台 他才会下台 他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其实这个猪价会飙涨啊 除了饲料价格的影响之外呢 其实猪农也点出了 2022年啊 气温的变化很大 也造成了猪汁的育成率不佳 供货量因此而减少了大约有一成 那么先前蔡政府呢 开放莱猪的时候 不是说怕造成猪农的不满 结果砸了百亿元 让猪农去改建猪舍吗 那么也导致啊 饲养的数字 因而减少 这连环的冲击之下 导致现在猪价是居高不下 农委会说啊 哎呀 等到明年底 这个猪舍改建计划结束之后 国际原物料饲料价格也都恢复平稳啦 到时候猪价成本就会降下来了 甚至还说现在国际猪的价格都在涨嘛 那我们台湾90块钱在国际上不算贵啊 问题是去年的猪汁就是因为气候问题而减量 政府当时已经知道有这样的问题 曾经有过超前部署吗 我们都知道养猪业要升级 可是如果不是蔡政府急着要进莱猪 撒币改造猪舍的话 猪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大家通通都改建猪舍吗 现在缺积政府又要我们改吃什么呢 那如果连猪肉又是这样的量少价又高 到时候没有猪肉可以吃 我们又要改吃什么呢 蔡委员 第一个台湾如果真的缺猪肉 很简单就到福建进口 福建猪很多 那你说哎呀 大陆啊 这个是共产党养的猪 我们不能吃怕被统战 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吃自由的猪 不是 有个自由的猪 很多 我点名台湾很多生技公司的大老板在大陆养猪 养的猪的数量多少 50万头起跳 每一个猪长的50万头起跳 那你不敢吃共产党的猪 我们台商的猪总可以进口吧 而且都科学化养猪 那还是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去养猪 没有莱克多巴胺我可是不吃 真的啊 那当然肯定是没有莱克多巴胺 因为大陆不准莱克多巴胺 而且都是全部科学化的养猪 我想农委会都认识这些人 那可不可以麻烦他们大陆进口 再来谈到鸡有就有点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现在金门的鸡肉过剩 鸡蛋过剩 我们不准进口到台湾岛 理由说那个鸡种是厦门来的 我老天哪啊 难道那个鸡种从厦门引进上面 有贴个户口名簿 这个是什么 厦门鸡不能吃 我姓的不能吃 不 它不是 它是讲台语的 你要知道吗 厦门是讲台语的 你们要搞错啦 对不对 而且厦门是全福建很大的养鸡中心 高宝也是台商养的 他身上有冻山的病毒 那个鸡上面 搞错都是金门人去养的 那土地便宜嘛 所以你说来说去不是很荒唐 所以两岸要交流 不止人要交流 鸡也要交流 猪也要交流 那你担心什么 会没鸡蛋吃 还要千里迢迢跑到澳大利亚 什么白人养的猪就特别好吃吗 这个我很难接受 而且你要付那么高的运费 讲这难听一点 渔船跑到厦门 一再一大堆就回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批准呢 前一段时间金门的立委 我们陈宇之还没喊 为什么我们金门的鸡蛋那么便宜 不让我们拿到台湾去卖比较贵的钱 我们台湾可以吃金门的高粱 不准吃金门的鸡蛋 我就想不通 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政府 那个脑筋已经反中反倒了 头晕脑胀 已经搞不清楚事实状况了 所以你不要说缺鸡要我们吃鸭 然后缺鸡蛋要我们吃鸭蛋 然后缺猪肉要我们吃什么肉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 猪肉是没有国旗的 先弄清楚 也没有户口的 鸡也一样 蛋也一样 为什么要舍尽求援呢 在福建又便宜 你不要把福建想成中国 好不好 就是福建就好了 福建就够了 你不信你打几通电话 给那个养鸡肠 养猪肠的大老板 每一个都是台商 搞不好他们今年都还会来清明扫墓 你就说你要扫墓顺便把鸡蛋鸡肉 跟猪肉给我运回来 那大陆上以前闹过一段时间的非洲猪温 那他们为什么这一次猪肉的攻击 反而是过剩呢 理由很简单 人家的政府观点有想到什么 庞大的去盖各种冷冻猪肉厂 所以蹲很多 那任何人在炒作猪肉的时候 看看颜色 你炒作猪肉 我就把冷冻仓库一打开的话 价钱就下来 所以没有人敢炒作 没有人敢囤鸡 鸡蛋也是一样 那请问一下 陈吉仲你这个女人几年在干什么 人家在大陆上猛在囤所有粮食的这种仓库 冷冻设备 还到山洞里面去挖个洞 你好像没挖过洞是不是 所以去囤了很多的粮食 所以大陆今天的粮食价格 完全不受国际价格的影响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 国际猪肉价格都在涨 偏偏我们对岸最便宜的地方 不但没有在涨 还跌了20% 两个多半年跌了百分之20 所以你整天只在拿钱补贴这个补贴那个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所以现在没办法解决问题怎么办呢 只好自己解决 民众买不到鸡蛋 就有离涨突发奇想开启了城市养鸡斑 网路上还有很多人在教大家 去买那个迷你鸡回来养自己生蛋 虽然说陈吉仲不断告诉大家说 我们会进口鸡蛋来救急呀 但蛋化的问题现在还是看不到尽头 结果赖湘林委员就提报了 他说蔡政府今年砸了5000万 给我们的友邦 圣克里斯多福 还有这个尼韦斯 说要帮他们做蛋鸡永续发展计划 好帮助友邦 当然可以了 问题是对方全国有多少鸡呢 是3万只鸡 然后呢 这3万只鸡代表呢 跟台湾一个养鸡的大户养的鸡 差不多而已哦 然后他们的全国的鸡农的人数 还不到50个人哦 结果我们要给他5000万 来补助他们去养蛋鸡 好了 对比农委会为了平息 我们缺蛋的明远 紧急推出的养鸡升级补助 他每一户的鸡农 最多最多呢 也分到的就是450万而已啊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要自筹的是一半的数字耶 那看在我们的金融眼里 跟买不到鸡蛋的民众眼里 这是不是有点情何以堪呢 志强 首先我还觉得那个城市养鸡斑 还真的让我勾起童年回忆 小时候妈妈就在隔壁的 那个空的那个地下室 然后呢 就去养了一些鸡 那但是那时候 好像也有在养 也有是那个蛋鸡 也可以吃到鸡蛋 蛮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 你在请问台北 你谁有这个空间 你可以去养鸡啊 拜托你 那是在乡下 你跟边边或有些地方有空 你才有办法养鸡 那我看到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压一压觉得 各位中文有发现 我们讲缺蛋问题 这个题目已经讨论快两个月了 两个月还在讨论 那甚至缺蛋问题已经两年了 还在缺 我现在突然惊觉到一件事情 我们都误会了陈吉仲 他不是农委会主委 他是催眠师 他一直每天跟你催眠 没有缺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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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缺棉失败 就跟你讲 蛋快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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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到最后 你就习惯了 慢慢就习惯没有蛋 那你看民进党 真的到现在为止 前两天 那个邱一颖 他还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他还讲说 这些缺蛋 都囤蛋造成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 鸡蛋大富翁 对不对 他看到很多人在囤蛋 民进党就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动物 政治动物 你知道吗 明明你看他自己做的民调 75%都感觉到缺蛋了 我自己就是 女儿说要吃茶叶蛋 我还真的有一次 在路上 找了五家便利超商 才买到茶叶蛋 我们就已经生活上 感受到缺蛋 但是他可以当作没有事一样 那现在包进来不是缺蛋了 猪也开始 有问题了 什么东西 只要跟你陈吉仲 主管有关的东西 都出问题的时候 那这种东西 我会猪也是干嘛 是在折磨大家的吗 那接下来讲到说 那像你讲 那个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 抱歉 我去过那个国家 因为我陪马总统出访的时候 去过那个国家 很漂亮的一个国家 小国 人民大概就五万人 结果三万只鸡 其实严格来讲 我们去帮助友邦 不是坏事 可是 这就是所谓相对剥夺感 你看在台湾人民的眼中 我们现在缺蛋缺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基农现在也是苦哈哈 然后就 你发现 我们的问题一大堆说 突然发现 我们要去 来去辅助对方的 弹机永续发展计划 我们好像很厉害 我们可以辅助人家 弹机永续发展 我们自己都快断粮了 你再跟人家 断机永续发展 所以关键不是去援助邦交国 关键是真的 台湾的民众看在眼里 就是赖湘宁讲的 情何以堪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太阳花占领行政院 快要满九年了 监察院提出了报告 说要纠正行政院 还有警政署等八个机关 监委在报告当中就说 远警的行为很粗暴 执法过当 对民众有恨意 没有想到行政院 不但没有替他们的职员 跟远警说话 竟然还说 我们会深刻的警惕 虚心来受教 问题是 这些太阳花的成员 当时攻占行政院的时候 还破坏公务 在国外 这样的行为 一定会被当成是报名 结果现在蔡总装 准备来跟他们谈国陪 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 我们的民众等不到 疫苗来救命的时候 政府还不断地 替高端护航 结果监察院 连对卫福部纠正一下 好像都不敢 难道就2300万人的 健康还有性命 还比不上这些 违法攻占了 公属的这些人吗 蔡委员 谈到前段时间 军公教人员 为了要抗议 所谓的年金 被削减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群聚到了行政院去抗议 群聚到了立法院去抗议 甚至还要到总统府去抗议 请问一下 我们当时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一节一节的 高大的巨码 带有了刺刀的巨码 所有的军警人员 密密码码的部署在立法院 总统府以及行政院 同时抗议的人 如果有稍微翻阅的 这些巨码或者围墙 立刻被暴力逮捕 请问一下 这些当时对这些军公教人员的 抗议群众 我们这些园警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 行为粗暴 怀有恨意 有没有怀有恨意 有没有直华过当 比那个更严重太多了 第一个 但是监察院怎么没有对他们 这时候园警提出纠正呢 好 再来 当时这个太阳花 攻占立法院的时候 园警有没有去执法 没有啊 连进去都不敢啊 所以让他们闹哄哄的 闹了一段时间 只有到最后的 有一批太阳花 攻到了行政院里面去 要霸占行政院长办公室 跟所有的主管的办公室的时候 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化 才不得已找了园警 把他们驱逐出去 驱逐就会南美会拉扯 那你有没有说这些太阳花的群众 行为粗暴 你有没有说这太阳花的群众 公路这种公属是五路公属 有没有 没有啊 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 太阳花有功于民进党夺得政权 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忠贞爱党之士 以后还可以送到这五指山里面去 是一个公在党国的一个艺民 所以当然要帮他们盖艺民庙呢 怎么还可以处罚呢 所以不只是他们在司法机构里面 帮他解套 没有任何罪状 还要求相关的援警 跟有关当人出来道歉 那现在行政院呢 他怎么会替他的下属呢 来讲话 他的下属不过是被他压榨的人 他真正的是取得政权的人 才比较重要 那这些取得政权的人 他当然要好好呵护 然后那些退休的军公教人员 在他们心目中是米虫 既然是米虫的话 你来抗议 让他狠狠地打你一顿啊 不要忘记哦 当时抗议的很多人 还被绑绳子哦 这个镜头到时候 那些媒体 随便你Google要就找得到哦 那为什么两种待遇 一样很简单嘛 他认为你在军公教人员 你不会支持我的 你不是我的选票 我可以不为你 我可以尽量地镇压你 打压你 所以尽管说你曾经一辈子 为台湾当过的老师 一辈子当公务员 一辈子当军人守护台湾 也不重要 因为你对我的政权没有帮助 对我的权力没有影响 那监察院是什么院啊 监察院 考试院 行政院 现在连司法院 通通是民进党的党部的分支 完全是听命于蔡英文 跟他那一伙人嘛 哪一个人敢唱款调啊 现在不是连谢长廷都要当大法官了吗 陈菊当监察院院长吗 那尤喜昆当立法院院长 都是自己人嘛 对不对 那当然守护自己 打拼有功的群众 所以对这种报告 监察院的报告 根本就是完全是什么 造假出来的报告 完全是不公平的报告 所以你就期待他公平 期待他在纠正的时候 能够说点公道话 那个实在是太困难了 也太违背他们的良心了 那接下来 行政院存在了 要不要再提示 废监察院呢 监察院即使该废了 这种监察委员 算了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帮我们按个赞哦 前白宫国安国安欧布兰 接受蔡英文 郑勋史表示 台湾被打造成豪猪更安全 绿营也已成为豪猪为荣 问题是我们看到 豪猪面对真正的敌人 就算让敌人尝到了一点苦头 难道就能够逃离得了 烈杀吗 兵哥 我觉得这个欧布兰 就是个来骗钱的 基本上你说 讲得真好听 说把台湾打造成豪猪 那我请教一下 你真的有帮忙 台湾打造成豪猪吗 我们台湾跟美国 买了这么多的武器 你们都不送来啊 那所以搞了半天 你们不是把台湾打造成豪猪 你们把台湾打造成猪啊 因为我们没有刺啊 没有刺的豪猪 不就变猪了吗 那猪不是任人宰割吗 是怎样 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猪肉太贵了 所以直接把台湾打造成猪比较快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嘛 美国嘴巴上讲得跟真的一样 说要来帮忙武装台湾 结果我们花了大钱 武器都不送来 然后现在我们想买高科技武器 也不给我们了 给我们的都是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都是这些近战武器 基本上美国人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叫台湾人帮忙送死 用台湾的生命 去帮美国人拖住解放军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请问一下我们台湾人是 是真的是头猪吗 真的是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做这种事情到底干嘛 然后这个欧布莱恩更丢人 大家记得吗 说要把台积电毁灭的人就是他 然后这个人还连续讲了两次 去年就讲过了 结果我们中央社独家专访他 说他没有讲过这个话 可是他明明就讲过 那这一次为什么 一下讲完之后就跑来台湾了 蔡英文感谢他一起圆谎 因为他明明就讲了 然后原来原谎代表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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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